听一下父母亲有一个妈妈给我们留言 现在疫情都已经渐渐恢复了 那她发现他们家已经毕业的这个学生呢 现在是找不到工作的 其实找不到工作我也是觉得蛮讶异的 我们不是一直都觉得公司找不到人吗 结果呢毕业的学生是 怎么都找不到工作 所以两边都在找人 只是没有媒合队友 或是没有找到适合的 那你这个妈妈是给我们这样的留言 她听说呢现在只要是跟这个电子计算机 就是我们的电脑的这个相关科系都会非常好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 她说她的小孩很喜欢玩这个网路 所以她想知道像电脑行业 如果现在要就业的话 怎么样可以找到适合的这个工作 那如果要怎么样加强自己的条件 比如说她自己的本科也许学的是 不是电脑计算机的 也不是什么WiFi啊 这种互联网的这些专科 现在跟本科无关的话 她要怎么样能够涉猎 然后变成这一种另外去学习 然后可以去做这种相关行业 因为她说他们家的儿子 什么都不喜欢就喜欢上网 玩电脑 那这样是不是如果让她找到这样类似的一个工作 对她是比较好的 我也喜欢玩电脑 大家都是这样 现在人都是被这个科技绑在一起吗 那如何能够找到这种类似的好的这个工作呢 我们小天使呢 今天为我们大家连线到的是我们Lancer快捷的 这个教育的校长 那因为校长呢我们早上跟他联络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及时的接听电话 那他给我们留言 也把这个答案告诉我们用留言的方式 我们一块来听听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Lancer快捷培训的校长 Jeffrey刘建峰 刘校长是怎么样做解答的 就疫情期间开始到疫情后 整个这个过程中啊 就跟互联网相关这个行业 不但没有下降 而且它成为增长的趋势 就我们现在有一个program 就是Cisco互联网专家这个 因为大家疫情嘛 各公司都上网 所以需求的这个网络人才呢 大幅度增加 而且这种需求的方式会 以后会越来越强劲 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这个 走上互联网了 就把自己原先不在网上做的业务 都挪到网上了 那么这个对互联网专家这个需求呢 也会持续的增长 那么这个呢 它有个什么优点呢 互联网这个项目呢 就是说它不需要任何的专业背景 就是你是干什么的都可以 它是零基础 它只需要四个月的时间 800个小时 我们是头两个月 手把手交的什么活都会干 后两个月呢 把专家执照考下来 那四个月的时间呢 就能培养成为Cisco的互联网专家 然后找到一个平均15万的一个工作 平均15万的一个工作 所以如果是喜欢玩电脑 然后喜欢这个网路啊 这个数据啊 WiFi啊 你是比较喜欢的人 刚刚我们的这个快捷培训的校长 Jeffrey刘 刘校长是讲说 跟你本科系无关 你本来是图书馆系的 你本来是考古系的 历史系的 那没有关系 只要你有这份兴趣 另外去拿一个这样互联网的一个执照 那你有了这个certificate 有这样子一个证照的话 已经经过审核 经过考试的 你想要去找这样的工作 就会容易很多了 希望天下父母 我们这位妈妈 你有听到 我们的这个快捷培训的校长 我们的这个专家 所为你做的解答 希望对你有帮助咯 感谢你